拖团挑机的大陆一役人士张向中 19号被送走的那天早上 大陆一役青年王瑞一早就往移民署跑 希望把张向中随身物品交到他手上 没想到当时张向中早就被送往机场 护照药品都没来得及拿 在李明哲被失踪期间 台湾政府还试图透过海协会 把高血压药送到李明哲手中 当台湾政府面对张向中事件 虽然一再强调张向中是自愿随团离开 这样的细节却已经顾不上 这绝对是被迫的 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次他们政府机关说谎 说得也太大了 一个是说他是自愿的 一个是说他不符合这个 关于政治庇护的标准 人家都上了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了 最深媒体人唐湘龙 套用目前最新的流行语解读 张向中这一次是被自愿 他认为不管张向中 这一次来台的动机为何 以台湾的言论自由标准 应该更公开处理 蔡政府只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赶快把人送走 如果你不能够用自愿的话 就表示这个政府违反程序 甚至于违法把一些人给送走了 如果照政府的标准程序来讲 这个人如果说没有自愿走 而你认为他应该走 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偷渡客 如果把张向中当成是一个大陆偷渡客 过去的做法就是送到金融去 唐湘龙认为蔡政府用半强破禁户 萧英的方式处理张向中 恐怕是不希望两岸关系演变成 擦枪走火的局面 这样子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显示就是说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对于两岸的任何的问题 固然他在走一条很急的读的道路 他又不希望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情 会给他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 因此这次他们对张向中的所谓的事件 张向中这个人的处理 很低调很隐匿很快速很迂回 同时非常的背离民进党长时间以来 标榜的所谓的人权自由民族法治的程序 唐湘龙认为张向中到底这次在台湾 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表达是个谜 民进党政府用这么匆促的方式 把人送走更是个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